就著今天民主黨許智峯和林卓廷 在早上7點多時的時間被捕 而且被捕檢控的罪名 是說林卓廷在7.21以涉嫌暴動罪去檢控 許智峯和林卓廷另外的一個罪名 就說在屯門公園裏面 都是以議員身份去調停一些糾紛的時間 都是被檢控 我們覺得這兩個檢控的本身是很清晰 是特區政府指鹿為馬 對於議員在工作過程裏面所擔任的是調停 排難解分的責任 是完全以一種顛倒是非的做法去處理 林卓廷在7.21的事件當中 她是受傷 她是一個原告 但是政府當局居然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之下 她沒有看到外面坊間所有的一些網上的影片 當日的報導 其他的資訊 而要強行就說 林卓廷是參與暴動 我覺得這個做法 是很明顯是一個濫暴的情況 亦都是令到公眾對於政府當局 在就著整個反送中運動裏面的態度 是很明顯都見到政府當局是完全沒有意圖 是照著整個反送中裏面 運動當中政府當局和警部所犯上的一些錯誤是撥亂反證的 屯門公園的事件也是另一個座證 當日廣泛的報導已經講了 當日她兩位其實是議員的職務 是落到去屯門公園的時間 就著當場的一些糾紛 是協助去排難解分 事實上也都解決了當時的一些糾紛 但是回來 差不多一年之後 接近一年之後 反而又進入了另一個檢控的事件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政府當局我們只能夠講 她今天就是利用這個法律的制度 警證的系統去作為在社會裏面 鎮壓社會不同的聲音 意見的一個工具 而她不是在想著 如何是將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 而在今天大家對整個政府的信任度這麼低 對警證的工作這麼低 信任度的情況之下 是從一個修補社會的 對立和私利的角度去出發 這個只是反映了政府當局 在想著的事情 其實就是要運用她手上有的權力 去製作這個寒蟬的效應 去令到議員在職務的時間 的工作是受到影響 市民大眾在表達意見的時候 都要面對這一種的寒蟬效應 我覺得民主黨是予以絕對的譴責 我們這樣做法的話 其實是無在於改善當前 香港社會所面對的是政治的困局 更加只會是令到 我們香港人最珍惜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在這一種的鎮壓之下 大家對政府是更加反感 所以我們促請政府當局 是要改善逆次 而我們對於現在政府當局 是完全漠視整個社會的聲音和意見 是予以強烈的譴責 有我補充 我現在就明白為何很多外國的政府 對香港的法治人權 是投不信任票 包括近期很多外國政府說 取消和香港的 或者暫停和香港的引渡 和香港的有關司法協助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將一個受害者 比如721林卓廷被人打 然後就變成要告他 就是這些這樣的顛倒是非 指鹿為馬 莫須有 其實對香港是很大的傷害 我也是律師 也都長期監察政府保安的事務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這件事因為查了年紀 你想想 如果林卓廷真的有任何的什麼暴動 因為他有暴動 即是他在那裡拍了影片 他自己都直播 那時候 換句話說 你又怎麼會 這年紀一直在查 追緝著那些所謂白衣人 還說一路拉 還說有些人走了老 可能這年紀裡面 完全是 我可以這麼說 就是把林卓廷撞成一個受害者 或者目擊者 又說要問他拿證供 來指證那些白衣人 或者其他人 怎麼會查到現在年紀的時候 突然間驚醒 可以告林卓廷暴動 那些白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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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懷疑 沒有任何懷疑 怎麼會連幾都沒有任何懷疑 沒有任何動靜 沒有任何風聲 那些白衣人 而突然說 哎呀我突然間發現林卓廷是暴動 如果從一個調查 我都熟悉他們的調查 熟悉他們的政策 拿意見 政府一道不信 但到現在 警察是很不信 林卓廷很不信 現在到了一個程度 嘩 簡直是完全 會斷 哎呀我們有個局長 搖晃打炭 林卓廷 nationwide 他殺了他 所以我一句總結,這次就真是把林卓廷指白為黑,迫害中良 就是這樣,那你給其他的,單單這件事啊,全球觸目啊,全世界的政府啊,會有些什麼想法啊? 哇,不要說全世界政府啊,我相信中環啊,金融界那些精英啊,他在那裡住了兩年那些啊,都知道721啦,他都會有個基本的感覺,哇,年幾之後突然間發覺原來林卓廷才是暴動者啊,哇,你嚇到那些人啊,不敢來投資啦,哪個人啊都可以,你可能中環那些精英啊去舉報,誰去騙錢啊, 只要他對面有勢力,是政府的人,他就反過來說,你騙錢啊,你報假案啊,就是林卓廷咯,將他變成罪犯啊,這樣都可以啊,嚇死人啊,真是 好,有沒有其他補充?如果沒有,我們就...OK 我想問問,剛才你一開始說,現在政府或者警方是檢控他們,想搞清楚是已經拘捕了他們調查,還是已經落案,檢控了他們呢? 喏,我們呢,其實為什麼遲了十幾分鐘呢?我們還要一路了解,不過就是,當然啦,我也知道,大家因為已經很多傳媒在那裡,我們就不想再等了,就直接下來,但是,我就告訴你呢,這個呢,我們不想在這個時間說, 因為我們想得到的資料呢,都不夠完整,OK,所以呢,就,我們呢,就是對這件事,現在這樣的整體的一個評論呢,其實就先我們那些呢,都是很清楚的了,但是你說要具體,就算他拘捕他,就是我剛才那番說話呢,就算他不是現在檢控,他盡量說,我拘捕你,又可以給你保釋,又不去提堂也好呢,其實就已經真的就先這樣的結論了, 一年多之後,發現,咦,原來林卓廷是暴動的,這樣,我突然間好像找到證據,找到證人,找到證人,找到證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找到白衣人,抓了回來,然後他就說,是啊,我跟林卓廷,是臥底的,我認識他的,他叫我打的,我故意跟他串通的,是不是呀?我覺得他是離譜的,真是,直接嚇死人,真是,我希望全香港的市民, 擦亮眼睛,我們現在的政府,是一個這樣的政府